以上选择比利时布鲁塞尔当作会议地点的北约峰会 这次罕见来到1400公里外的拉托维亚首都里加 这里直接和俄罗斯接壤 而峰会矛头也是对准俄罗斯 北约和俄罗斯再度针锋相对 关键原因就是夹在两大强权之间的乌克莱 就连北约龙头之一的英国也派出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 直接前往位在爱沙尼亚的英军驻地视察 还登上挑战者二世坦克 来到当时还没统一的西德 登上英军挑战者一世坦克 此举被认为是向当时还没解体的苏联 展现西方国家坚定对方的意志 这次英国外相也举强普丁 不要犯下战略错误 而眼看对手大动作呛杀 俄罗斯总统普丁当然不会没反应 普丁也翻腰北约最近在俄罗斯州边的军事演员一直故意挑战 由于北约立区长在峰会前曾表示 德国新政府上任后 还没表明是否要延续核武共损计划 如果德国不愿意 核武系统有可能遗忘其他国家 为普丁把手是站的白罗斯总统 俄罗斯科立刻跳出来 帮忙不及 欧洲紧张情势始于2014年 俄罗斯平衡克里米亚 并协助武汉兰东部的顿巴斯武装团体夺取该地区政权 造成持续至今的乌克兰内战 新东西方对峙恐将失去升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